再來看到這個狠心的爸爸 花裡有一個可憐的小五男童 他的父母離婚之後就成了人球 他爸爸住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被爸爸用鐵鏈捆綁 水管抽打 而且還會罰他交互蹲下一千下 甚至只給他吃剩菜剩飯 根本就是以酷情虐待 這個男童全身傷痕累累 而他為了遮掩被抽打的傷痕 是特地穿長袖上課 可是臉上的傷遮不住 被老師發現之後通報社工 請爸爸帶到醫院去治療 但沒有想到這個爸爸 還拿辣椒糕塗抹傷痕 讓他的傷口更嚴重 而且他帶到醫院 是讓小朋友去看精神科 警方之前約談了這個父親 他坦誠有肆虐 現在遭到送伴 而男童由社工安置